准台北市长蒋婉安的市府小内阁最快下周公布 先前才传出选前有第三方找上了现任环保局长刘明龙 答应牵线 推荐他给蒋婉安选后继续留任 不过现在却引发了基层清洁队的反弹 酝酿出明年的立委补选打算要弃威头脓 而根据了解刘明龙恐怕已经在小内阁人事当中出局 另外国民党立委林一华也传出拍板要接下副市长的职位 但忧心落魄骂名 严离明年不参选立委连任 找上了选区在地党籍议员讨论接班 立法委员林一华女士 国民党立委林一华到底是否进入蒋婉安小内阁 优关蓝营在北市大安区是否需要立委补选 现在传出林一华拍板接任北市副市长 但打算放弃2024年参选立委连任 更找上在地党籍议员讨论谁来接班 明年才进北市府 大安闻山议员群更上一层柔决心 全写在脸上 另一位盛传可能留任的现任北市环保局长 刘明荣却传出基层清洁队超反弹 甚至酝酿明年蒋万安留下的立委玄缺不炫 打算弃威投农 不投王红威改投民进党对手吴怡农 我想我充分尊重就是现在万安市长他的一个小内阁的安排 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听各方的声音 谢谢所有的一个好朋友对万安市长提供的一个资讯 那万安市长都会列入规划考量 但根据了解 刘明荣争议不断已经确定在新任市府小内阁人士 挥棒落空出局 蒋万安预计下周亲自召开记者会说明 第一波市府局处首长名单即将底定 接着我们讲李明洪 台湾到